軍兄 怎麼回事 事實上 因為伊朗是提前公告 將近六天 第七天才攻擊 所以美軍跟英國都已經進場 因為伊朗的飛彈 有70顆是在約旦境內被攔截 這不是以色列 也有30顆被英國攔截 所以以色列真正攔截 大概就是三分之二 現在兩邊都在吹牛 事實上有七顆導彈 是打到伊朗設定的軍事目標 就是那個空軍基地 F-35 他就是要報仇 事實上他在德黑蘭也貼出公告 他就指明有五個空軍指揮官 是他的報復對象 後來就真的就是打空軍基地 其他地方甚至有人懷疑 他減低了彈藥量 所以因為有的有落到地上 然後看到那個坑很小 就他們並沒有炸開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伊朗就是點到為止 對國內交代 也對阿拉伯世界交代 可是他不希望造成傷亡 因為造成傷亡 以色列就找到藉口 可以反制 這個事情事實上是以色列 先去打敘利亞的伊朗大使館 所以你說誰對誰 打死兩個將軍 是啊 所以你說誰對誰錯 這個真的很難論 所以這個 以色列說他還要再反習 拜登就去阻止 目前的狀況就是以色列承諾 他不會打伊朗 可是會不會打別的地方 沒有人知道 比如說黎巴仁真主黨 他要不要打 所以不然你不能理解 為什麼台灣今天股票大跌 就是如果這個已經結束了 台灣股票怎麼會跌成這樣 所以顯然是有人認為 他大概不會空襲伊朗 可是以色列很上場暗殺 他會不會做別的事 你不知道 然後他會不會打 黎巴仁真主黨或聖城旅 也沒有人知道 這件事情事實上 以色列打敘利亞的伊朗大使館 他沒有跟美國打招呼 所以美國的國防部長 歐斯汀是出來抱怨 公開抱怨 所以我覺得美國這次是有點生氣 就說就這樣 就這樣 就到此為止 中國也有打電話給伊朗 所以我認為伊朗也是 聽到很多訊息 所以也是到此為止 大概是這樣 不過台股今天跌 當然這個有關 因為美股也是在跌 美股已經跌好幾天了 跟美國那個利率不降 有關 現在一打仗以後又怕 萬一有什麼油價通貨膨脹等等 美國利率根本不能降 所以全世界千億法洞全身 老師 其實講到股市 剛剛阿蘭格的講法我不太同意 因為它是禮拜六發動空氣 如果是禮拜一的話不得了 起碼得個1000點 但禮拜六股市是沒有開的 所以它禮拜一的早盤的Future的期貨 美股是漲的 那個NVIDIA 英偉達的NVIDIA 它是還漲到908塊 但是到了中盤的時候 一直到800多 這個就是你剛剛講的 就長期國庫券的利息上升了 這表示說對未來沒有信心 我覺得現在全世界的熱點 就是俄烏跟以哈 這兩天變成以伊 這些都是給台灣學習的教訓 就是說人家什麼情況 我們能不能重演 如果重演 我們要怎麼樣去處理 我覺得俄烏沒有什麼好學的 但是以哈或是以伊 這些東西我認為以色列是很厲害的 以色列是被阿拉伯那麼多國家包圍 但是阿拉伯國家真的很怕跟它對幹 因為阿拉伯怕的是沒完沒了 以色列偏偏喜歡沒完沒了 這是很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剛才就覺得說 我們台灣乾脆把我們的防衛責任 外包給以色列國防部 我們原來軍方跟他關係很密切 對 因為我們自己幹 反而是做不來 而且恐怕更貴 就交給以色列更好了 當然這個是開玩笑 以色列覺得台灣兵差太遠 你好 差英文為什麼 就是說借鑑以色列國會代表團 然後戰兵 這個有很難做選擇嗎 沒有 我們台灣沒有什麼選擇 我們台灣跟以色列站同一邊 並不是因為由中東的以太人 也不是因為以色列的宗教 也不是因為他的族群 我們沒有辦法跟阿拉伯站在一邊 因為阿拉伯如果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阿拉伯現在有十個國家聯手 來跟台灣講說 我們十個都承認你 十個喔 來換你的立場 你變成說不挺以色列 挺我們 你覺得我們敢答應嗎 一定都不敢 絕對不敢 到現在不敢 拜託 不敢 不敢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米國的小漢人 小漢人 小漢人 因為所以我們的立場 我們選邊的立場是什麼 我們不是挺以色列 我們是挺老美 老美怎麼站 我們就站 我們是挺華爾街 華爾街的猶太人 我們還挺所有美國的 猶太人的世界的意見 你看美國的猶太人一生氣起來 哈佛大學都還把他的校長撤掉 看會怕人不怕對不對 所以我們台灣真的是很可憐 真的 我們是沒有辦法的 你看以色列對王毅講說 你們中國處理得不好 對我們不夠好 那為什麼 那我們就可以趁機會插針 見縫插針 有機會去跟以色列講 老公對你不好 那我們跟你好 敢嗎 有用嗎 有效嗎 我們站邊對以色列有幫忙嗎 以色列是異數異數 怎麼這樣 告訴我 真的 講真的 他就不敢 不過以色列這個國家 也是的確不簡單 說實話 建國沒有多少年 諾貝爾獎金出了好幾個 諾貝爾獎金得主 我去以色列看 我也到旁邊的阿拉伯國家看 你一看就知道完全不同 到以色列去 我們光看兩邊農田好了 以色列那個農田綠油油的 在沙漠綠油油的 它那個灌溉是用滴來算的 點滴灌溉 幾滴水 幾滴水 然後多少的面積需要多少水 然後這個作物需要多少水 一邊很綠油油的 它旁邊就是其他的阿拉伯國家 每個道子都要垂 都要死不活這樣 其他旁邊 我插一句 你看最近大家看奧本海默 你看當年就是這些原子彈 核彈 氰彈 不管是俄國的 德國的 或是哪一個國的 通通是奧本海默也好 艾斯坦也好 通通是猶太人 猶太人的子女教育 當然猶太人跟我們一樣 很重視教育 但是他比我們更重視 他的父母寧願全部家當 都給孩子去念最好的學校 就這樣從小的重視教育 因為他們知道漂泊在全世界各地 能夠贊成只有讀好書 有學問 有影響力 大家會尊重你 而且他從小訓練他的小孩 要問 要問 一直要好奇 譬如說舉來講 我一時候到大學去演講 講課等等 以前 會問問題的 一看都是大陸學生 台灣學生不問問題的 好 那就算了對不對 我們常常覺得說 美國學生很會問問題有沒有 美國學生很愛問對不對 猶太人孩子到美國去後 說怎麼美國學生 那麼不愛問問題 猶太人一直問問題 一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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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了父母跟老師都煩死了 打破燒個問到底 從小就這樣培養他們的小孩 所以這國家人算是少 幾百萬 不到一千萬 能夠搶起來 是有他的道理的 休息一下再回來 老闆 王勳財年紀大我兩歲 你看這麼年輕 已經要當總理了 過往剛剛康哥在跟大家講 從李光耀 然後吳作洞到李顯龍 就是這樣30年 15年 20年 第四個總理要出現了 他跟前面幾位比較不同 從學歷來講 他當然去美國念碩士 可是他在新加坡的時候 念的是社區學校 並不是什麼私校 或者是貴族小學 第二個 他喜歡彈吉他 我們台灣政治人物 先前去年 侯友宜去新加坡的時候 就是跟他見面 那個時候我就不講誰了 他說這什麼人啊 見到這個算什麼 這個是以後的總理 現在他當總理了 台灣的政治人物以後會跟他互動 盧軒也才剛去 他有兩個特點 他喜歡彈吉他 他有抖音帳號 他上傳什麼 上傳他彈吉他的歌 他最會彈的兩首中文歌是 月亮代表我的心 跟台語的我猛天 所以以後台灣不管藍綠白 的政治人物去的時候 可以跟他合唱唱這個 我猛天 對 是翁里友那個 所以他其實 我想他應該是 普通話 英文跟台語 米蘭語都會講的 所以就是黃群才的部分 以後我們可以跟他多互動 第二個我要講蔡英文總統 因為觀眾朋友你要了解 這個是刻意為之 並不是失言 也不是口誤 因為他是在總統接見 紐西蘭的國外代表團的時候 剛好蔡總統講話的時候 旁邊作陪的是總統的秘書長 這個林佳龍跟國安會 這個外交部長吳釗燮 然後他就對著 紐西蘭的這些國議員講說 今天跟我一起跟大家見面 有沒有看到畫面 現在只看到林佳龍 林佳龍右邊就是吳釗燮了 他特別跟這些國議員講說 現場是我們總府的秘書長林佳龍 也是未來的外交部長 林佳龍就跟他做個姿勢 以及我們現在外交部長 以後的國安會秘書長 對 林佳龍做這個姿勢 然後等一下如果看到畫面就可以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每一次的總統府的總統接見 他都會是前棒場開放 然後之後大家退出 他真要跟這些人解釋 不是隨便 坐在家作陪而已 以後他們還會跟你們互動 可以 等到記者退出再講就好了 他選在所有記者都在的時候 就是所謂輪植電視台的記者 所以他是故意要講的 所以我的揭露很簡單 因為今天今天才第一天 沒有辦法講得太深入 要不是關係非常好 要不然看來就有點怪了 因為今天還有傳出黃曙光 也要辭掉這個潛艦小組的召集人 這個也合理 因為潛艦小組是對總統負責 但他也就告訴你 我是蔡總統的潛艦小組召集人 不是你賴清德的 以後可能就交給國防部 然後國安會的資訊委員 他也一起辭了 所以這個蔡跟賴之間看起來 有點不尋常 為什麼你會幫這個賴清德 宣布國安會的秘書長 以及這個外交部部長 看來有點後續我們再關上 賴清德沒有講過林佳龍是外交部長 沒有 都還沒證實 他沒有講過 就是你要小看新加坡 新加坡其實他們人很兇 包括台灣的人才 韓國他各地的人才來 他一次找的就是一百個 但是他一年以後就砍掉五六十個 他就把最好的留下來 他不怕給你錢 他最怕你本堂 你也不用擔心他會給你盡力 他寧願用高薪找最好的人才 所以他講到一句就是 他從來不會去堵 中國大陸的衰敗 這個從我們一個 以小勢大 台灣就可以這樣去看 不必去堵這個 不用擔心那麼大 但是新加坡你看他一路走來 他在中美之間 他從來沒有說大陸會潰敗的 他從李光耀很早就看到 中國大陸即將崛起 中國大陸會有創造很多的機遇 那再看看我們的新的國安團隊 你看到賴清德你就可以說 賴清德他不會去做挑釁的工作 但是他講過 那個人是很贏的 他講過一定做得到 在他還沒就職以前 他只要講過的話被公佈了 他一定會這樣做 所以他說他要走蔡英文的路線 這點不用他懷疑 所以他必須就是把 國防外交兩岸 但可能會在兩岸這一塊 他主導得多一點 國防跟外交幾乎現在 就是已經在怕蔡英文的路線 但這個路線有漂亮嗎 不說很漂亮 但是先賣就這樣 因為第一個他還要 在美國這邊得到更高的信賴 在還沒有得到更多的信任以前 他不會去造次 那蔡英文這個做法比較不好 就是說副總統他要殺人 這是一個過渡政府 他不是展現他跟賴清德很好 其實是他因為 撐得住吳釗燮跟林家隆 所以在外賓的面前去做這種介紹 這是有一點點 對他拐清德比較失礙 不應該這樣處理 拐清德那樣他也不會計較 但是兩岸的未來賴清德 包括他整個組閣 我想這一個多月來 也很多人對我五歲說 你不知道拐清德拐 他拐清德他都還沒做 是要拐清德 那你看看他會怎麼做 他是不是會如我們所期待的 向中間靠攏 顯然有一點點 他是會向中間靠攏 但是兩岸跟國防外交這個 因為他必須延續蔡英文現在 這七八年來各位要理解到 蔡英文並沒有真正在兩岸 採過紅線 所以這點是賴清德感覺 他可以再拉起來 還有一點點殘餘價值 對美國可以交代 但他會試圖走出他自己的路線 而且他必須要親自去面對 尤其是兩岸這一塊 所以可以看到說 賴清德在內閣的部分 不管有沒有心意 他會讓你感覺是一個 刺激的團隊 當然有人對他的外交團隊 會比較有意見 他如果不把林佳龍摸摸著膝蓋 我跟你說 他現在最怕的 因為他40% 他只有40%當選 他最怕他的隔魁扮演 2019年賴清德的角色 挑戰蔡英文 所以這是他要去逢 以林佳龍跟鄭文燦來講 鄭文燦對他反而沒有殺傷力 林佳龍如果是讓林佳龍掌握到一個新的舞台 林佳龍是會快速成長 而且會成長到有挑戰賴清德的實力 所以他把林佳龍猶來做外交部長 這叫做掛桌探平衡 你也沒什麼中心 而且在所有的力鏈裡面 你就缺外交這一塊 等於他是表面是對林佳龍是出善意 但基本上就是在防著林佳龍 所以這是在無水裡面的比較 民共要萬一 所以林佳龍最好一定要接受 他沒有接受兩三年的空窗期 就像賴清德當年很不甘願去接受做副總統 還是一樣的得利 好吧 這個新加坡 當然他的部長的待遇是全世界最高的 我剛剛查了一下 他一個部長大概可以拿205萬 對不起 他的部長 他的總理可以拿205萬美金一年 等於差不多6000萬新台幣 他的一個部長 最低階的部長 大概拿台幣的2400萬 真正可以養年 而且貪污抓得很兇 但還是偶爾有 拿建商的好處什麼 基本上還算是連結 他的貪污調查局也很厲害 所以基本上就是說 他薪水怎麼算 他把新加坡最有錢的100 繳稅繳最多的1000個人 薪水平均以後打6折 割了40% 就是部長的110萬新加坡幣 我們這邊反正很多事情都要均貧 而且希望盡量壓低 盡量壓低薪水 不過當然也要看你 假如說你真的很厲害 跟你薪水高也沒問題 假如你是個笨蛋 把國家害得很慘 還給你高的薪水 所以一直在這兩邊 到底你用的是人才 還是庸才在這邊擺盪 休息一下才回來 今天這個第三波 我必須很善意的提醒國民黨團 就是說你們要小心 你們不能一直講說 都是戰狼 將來都會怎麼樣 告訴你賴慶的這個傢伙是很厲害的 但國安當然很沉寂這個參與的做法 還有其他不重要的像海洋 這些就是以前的老面孔 尤其是新潮流的南流 所以我們看起來這些人 我們不但熟悉 而且覺得他們的毛病在哪裡 但是今天這六個人裡頭 大部分是財經的 我們今天大家的重點是圍繞在郭智慧 是從業的董事長 但是我比較習慣 就是說比較這個人我認得 但是他當紅的法子在海內外 都非常紅的時候 他是哨棒這個巨人隊的頭首 從小 他是台南人 我們故鄉的人 他從小就很厲害 他一路一路念電機戲 到台大 後來到戲祖恩 到清華去 我為什麼 因為我不是認識這個人 因為他紅的時候我在海外 但是他在台大的校友會的刊路上 每一期都有他的文章 他的文章真好看 他就是文筆也好 他的觀察 他的比喻 以鼓政間 中外互相比較 吳承文 這個傢伙真的是很厲害 但是重點是在說 這些厲害的民間的人才 是答應了作用態嗎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他們是答應了賴清德 南台科技大學 所以賴清德國安方面 還有其他黨性比較強的 他就給你一些你們討厭的人 但是財經是他很重點 非常注意的 他請來的今天這些人 幾乎每一個都有亮點 你們今天是因為跟他不熟 所以看不住亮點 其實這些人你們拭目以待 不要在國會裡頭 就是學習戰狼的 就是一天到晚跟他鬥 他不跟你鬥的 這些人都不會跟你鬥 這些人就是 會不會鬥 要知道 這個唐鳳 來 這個維翰 唐鳳反正今天已經知道 他就會不會留任 先年看到他被這麼多 連民進黨立委都攻擊 大概也知道了 不過已經是行前最後的行程 因為今天公布新的 這個書法部的部長 他的名字叫做黃燕南 黃燕南是中研院的 資通安全中心的執行長 資通安全 你就知道哪裡 哪裡痛就補哪裡 命中缺水都是水 命中缺木都是一堆木 所以顯然現在賴清德知道 就是民眾對於資安 個人的訊息被外洩 詐騙非常痛恨 唐鳳他沒做好 剛剛講那個 導播畫面可以再來一次 你的整個記者會現場是5G 澎湖5G 台灣我都還沒用5G 我坦白跟大家講我還在用4G 5G的話就是超快 可是澎湖根本還沒有建構好 你怎麼會跑去澎湖開一個說 我們澎湖有5G 然後現場的人手機拿起來 通通都是4G 這個匪夷所思 就都不是說 因為現在唐鳳不當部長 我們落井下石 我做這個批評 而是說你既然知道澎湖 可能有的地方有 他說有一個車 在那個車的旁邊 那整個澎湖 其他人看到新聞之後 澎湖人會覺得說 這個政府官員在做什麼 這就是唐鳳的問題 就是他在自己的通文層裡面 覺得說我已經做得很好 我覺得他是某種方面 可能IT或什麼他是人才 可是在當部長跟當官 今天有一篇分析稿寫來的真不錯 他不是個當官的人才 不是說當官就要 每天在那邊逢銀拍馬 長袖散歐不是 可是你今天如果人到了澎湖 背板寫了5G 我唐鳳來就是整個澎湖的人 怎麼樣都輕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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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樣起來是沒有 這就是打炸的部分 另外剛剛講那個郭志輝 因為這不是我的過去採訪領域 我完全不熟悉這個人 可是你知道他從業是半導體的供應商 他既然是供應商 他很了解半導體 還幫華為蓋這個晶片廠 所以有人講說是啦 他可能是有史以來 最懂半導體的基地部長 今天你敢用他 包含剛剛所講的這些 跟大陸都有一些淵源 吳成文也是 吳成文是測試 半導體測試非常有名的 所以半導體顯然會是賴清德 就是總統當選 然後未來第一個內閣當中 他認為重要的點 不過電還不是只有 懂半導體就可以處理 電的部分 你得有辦法才可以 我們很快的 今年的那個核三的其中一個基礎 明年的第二個基礎都要結束了 七月到幾 昨天差點就跳電 所以你在看怎麼辦 看這幾個人基本上應該是屬於務實 因為在企業也好 在學術也好 務實就是好事 你看吳成 我跟你講 大陸第一代基人對上 藥季仙 你的叫藥季仙 還有還要打字幕 心潛文 還有那個什麼 康金目 都很出名 然後他去念書以後 就像這幾個要來當 當部長 我認為這是一個誤實 這六千塊一步記者 但是會不會像唐鳳一樣 叫好不叫做 這就是要去 馬上要進去面對條件 如果在他們就職以前 就面臨到這種限電的一個演習 我認為是好事 因為他必須要很誤實的進入思考 台灣的能源問題 不要忘了賴清德在選舉的時候 他有公開講過 那時候我們的推動工 核電 甚至包括核四都應該用的時候 他說什麼 他也很誤實 不排除 就是說國家有需要 不排除 你現在面對到核能 核二核三也都要到齊 核一到齊 基礎都還在 如果要研議 全世界只要在土木岸前無餘 研議可以延二十年 我們的核能可以占到我們12%多 不算合適 這就可以提供整個台灣在未來二十年 經濟發展一個很穩盪的供電 很穩定 你剛剛提到用力能來補 長那個時間立頭落山 長那個時間也沒風 風力只有一級到兩級 風力發電幾乎停擺 那就是說如果清德兄 你願意做一個改變 如果你今天願意做一個改變 很務實的來看待兩岸 很務實的看待台灣的經濟問題 能源問題 那你從40會變成51 我們也不意外 如果你只是找一些人 來當成一個擺設 最後還是用意識形態 強灌在這些人的身上 然後你還抱著反核的 省主牌 我告訴你 台灣一定給你害得很慘 有缺想著你拿出來說 你做市長就說有缺就對了 不可以去挽扣 到現在你來做過的行政議長 做副總統 那現在還是缺 等於你這幾年 沒有辦法把你的意識 用在於針對 就是說對症下藥 那你說你行政院長 受總統的控制 所以最後你才翻臉出來挑戰他 那你當副總統 因為你是一個無聲的 都可以了 你過去這幾年 怎麼擺脫都擺脫了 現在你做總統了 那你還是要面臨 五缺還在 那你用了這一批人 如果不能第一時間 就面對五缺出手 拿出一個政策 這樣我跟你說 你就算有夠落差了 他用這些人就是要改了 他這個包覆 核能反核的包覆 對賴清德來講 我們低胎 並沒有那麼嚴重 低胎 不過基本上就是說 你台灣的經濟要發展 要有前途 兩個政策是很重要的 一個兩岸政策 這一個很重要 第二就是能源政策 看這些人有沒有這個魄力 這跟民進黨的基本教育 是抵觸的 那到底怎麼辦 這個我的看法不一樣 你說 我覺得民進黨的兩個神主派 一個是兩岸要台獨 還有一個是反對核能 已經讓民進黨享受 兩任的總統世界 中間加個滿久 這個已經享受得太夠了 而且現在世界的潮流不一樣 現在大家對核能的看法不一樣 而且我覺得那些黨裡頭 還抱著反核這個神主派 認為如果這個改變的話 我臉上沒有光彩 這些人不多 你說我現在好要對核能政策改變 你覺得林義雄 還會出來繞立法院繞幾圈嗎 我給你保證絕對不會 所以堅決反對核能的人 真的真的不多 而且我跟王輝的看法 還更進一步 這些不只是過渡 這些是深切不需要背負 這個反核的包袱的人 他們是面對他們以前 在業界的時候所遭遇的困難 千花百樣都有 但是他們這些人都是有能力 去處理掉的 像經濟部長 這個新任的經濟部長 他誇的行業真多 你知道嗎 從晶片到賣鱸魚都會幹 他每一個新行業 難道都不要處理很多的困難嗎 說起來他好像社會是處理國營失業 照你說的經濟部 國營失業的困難在哪裡 國營的失業就是你這個沒有的政府 這沒有用的政府 一方面只是把債務推給下一代 你怕得罪當代的選民 然後你看著他債務一天一天的上去 這個對業界進來的人 一點問題都沒有 你知道嗎 一點問題都沒有 因為他不怕 你知道嗎 老子頂多不幹 該做就做 該處理就處理 還有公會的力量要處理 公會 我現在怕的是三兩下就不幹了 不需要給你做 不要給你 不是 老大 我跟你補充一下 這些人都不是一天到晚 流口水想當官的 這些人恐怕都是賴清德 拜託好幾次的 我跟你講賴準總統 裡面你還沒有決定的 中央部會裡頭 有哪些人在流口水 你應該知道 流口水的不用 不用 來 沾亮澆 比如說經濟部 河山廠一號機七月使用執照到期 二號機明年到期 研議就要修法 本來我知道國民黨有人要推這個法案 後來國民黨決定不推 你經濟部自己提 所以郭智惠你直接送研議法案 到立法院 你去看郭智惠推研議法案的時候 民進黨立院黨團是不是都沒有意見 他們會離開 絕對是被民進黨逼走的 不會被口名叫逼走 就等著看 洪山漢你就不要講話 洪山漢是怎麼去來當不分區的 你覺得洪山漢那麼有骨氣嗎 我才不相信 洪山漢只是其中一個 不只他 他恐怕會是第一個搖擺的 這個就是第一個考驗 因為時間快到了 河山的研議案 不過因為你個別立委 有他個別的基本教育培養 他支持者 他對他個人來講 如果影響到他立委的生命 他當然跟你拚命 剛剛老沈講得沒錯 民進黨已經靠這個 吃香喝辣這麼多年了 在這時候你說突然叫他放棄 不是那麼容易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除非上面大力的 就是我們非要支持轉變政策了 你要講 你上面下命令 我就轉變政策 否則你叫個別部長到立法院 去面對那些民進黨立委 賴清德就要出來說話 除非他上面就由上而下 貫折才可以 我整個政策改變了 為了順應世界潮流 我現在能源政策改變了 才可以 來 韋翰 根據我們相關的規定 如果你核能的機組 就所謂的鍋爐 你要能夠沿用的話 五年前要提出 剛剛廖哥哥講 現在是核三 核一核二都不用講 核一根本沒有在用 可能可以修法 五年可以修 我先跟大家講 現在還有在用的 今年so far 就是核三的兩個機組 然後第一個機組 今年七月會到齊 第二個明年五月十七 我連自己都記得 法令就到了 但是這兩個機組要繼續用的話 要往前推五年 也就是2019跟2020 就要提出沿用的計劃 然後要審核 你要整個檢查 根本來不及 所以法規上就是這樣 第二個就時程上 你真的要去檢測 現在國民黨本來有提這個 要把法規鬆綁 因為藍白加起來是多數 現在說回去了 他民進黨會不會推 我覺得很難確定 不容易 他都說既然你們也沒有提推 沒有人 誰出來講這個案子 民進黨就是這樣 對不對 可是這樣會確定 會少掉2.5% 他現在就是跟你講說 他用其他部分來補 民進黨最厲害的就是說 得了便宜還賣乖 比如說兩岸直航 他其實是對民進黨也好 對經濟也好 這是國民黨幹的 這是馬英九幹的 什麼責任都推到國民黨 推到馬英九幹 他也不廢 你把他廢了 他不廢 繼續沿用 其實就是這樣子 他就希望國民黨提 國民黨提民進黨 還要在那邊反對 搞不好還打一架 對抗說沒辦法 現在立法院他們人比較多 我們被迫改變 然後有任何的問題 都是怪到在野黨身上 民進黨就這一套 搞不好核三演義 國民黨比民進黨還急 現在如果國民黨說 我不管你民進黨來 民進黨會主動出招 我很懷疑 我真的很懷疑 那天是怎麼樣 那天是因為 其實他們處分的第一個說 委員要簽到才可以查 沒有 已經就是這樣規定 我到現場 那個幹事就問我 謝文 請問你有簽到了嗎 我還問你 對 所以我說我簽完到才進來的 在大門 大廳那邊 簽完了才進來 他就把那個卡插進去 好 那這個盧委員他是因為他不在 那這個幹事大概有一點瑕疵 就是他沒有問 他沒有問他是很確認你就是盧縣衣 為什麼 他看到那個委員是戴口罩 本來就已經長得六七分像了 然後再把下半部又蓋起來 就剩下前面額頭黑黑這裡 那就更像 更像 所以就差了 那投票的時候大概 按了變成是48比47 那口罩他認到這個不是 不是那個盧縣衣 他就把那個卡收回去了 收回去第二案在表決的時候 四七比四七 對 就是我們一直在看 盧縣衣 盧縣衣怎麼不按 盧縣衣 我一直叫盧縣衣 一直叫盧縣衣 後來是後來才知道盧縣衣不在 所以他們民進黨就知道說 剛剛盧縣衣不在 剛剛那個就是都按了 其實不在現場待案 就在議事廳是經常的 我去了 我就隔壁 你拜託你幫我試一下 表格的時候你幫我試一下 會這樣 但是如果現在要規定 要本人才能按也可以 當時陳寅在也是不在 也是有人幫他 過去都有這些案例 所以韓國瑜就已經 今天就講了 禮拜五再重來 我來解釋一下 韓國瑜出一件事情 厲害的地方 第一內他處理這麼一塊 沒有多時間馬上就決定出來了 第二點國民黨是強調第一部分 就議事人員搞錯了 盲中有錯 但是國民黨低調處理那個案的人 你看哪一個 國民黨來節目裡頭 來前次的週末節目 都強調案的千秒淡寫 議事人員嚴重 是錯的 因為議事人員的錯誤 是盲中有錯 是無心的 但是你拜人家案 是你明明知道沒有人 你幫人家帶 但是韓國瑜怎麼處理 第一部分錯 行政處分這個交代 第二個部分是真的認真起來 這個罪是重的 他們知道嗎 是誰嗎 當然知道 去看看那個 monitor 大概已經是誰都已經知道 那韓國瑜有沒有要處分這個人 沒有 他一定什麼 我怎麼能處分他 這行之有年 按了按去行之有年 我怎麼可以從這個人開始處分起 所以他怎麼處理這個 這個由政黨協商 我提一下 他坐在比較後面 你要講那個 monitor 是照不到的 照不到 所以真的水幫他按 拉松告訴你 真的要說不 但是我要提兩部分 第一個他查卡的時候 是議事人員給你查卡 那個是真的看到你 就查上去 看到你就查上去 這沒問題 好 我都記得很清楚 我那一天 我沒有簽到就進一場 議事人員跑來跟我講 賴文 你還沒簽到 我給你書位簽得到再過來 所以這個沒問題 這通通沒問題 他是看到他是認為 真的是誤認了 給他這個卡 然後給他這個卡 我講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大家帶按了 這都是漏歸都這樣做 各位想一想過去的時候 民進黨在拚前瞻預算的時候 整個我們在全部都在 前面就擠在一起 丟水球幹什麼 擠在一起還按 蘇家群不要去按 通通是一個人按20個人 通通這樣做 通通這樣做 你怎麼去抓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刑事有年 都是一個漏歸 那規定好了 那以後就不要打架 不要衝突 一衝突 各位不要忘了 擠在前面 後面的人怎麼按 要表決啊 因為民進黨就是 正假如鬼 一直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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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沒有在現場 他就這樣按了 然後就這樣出來啦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第二部分 帶按的這個事情 你要看怎麼規定 他都來照做 有的是說你幫我按一下什麼 他去尿個尿啊 我們表決就一分鐘而已 他有時候尿急 跑去一下 你幫我看一下 這個都是很稀中平常隔壁的 帶按 但是你注意看 常常有黨邊 小黨邊 或者小小黨邊 一個人就這樣巡視 從這裡巡到那裡 按就幫你按 但重要是要發給你那個卡 那個卡就是你一定要到 前到以後到 他給你就有卡 理論上說 你只要是這個黨的 特別是假動 黨團的決議 理論上你要投誰是一定的 所以帶按 理論上也就是這樣 因為他反正已經來了 他的特算沒有來 我就不懂 都問你們兩個 你簽到沒有 為什麼沒有問他 就卡就叉了 那麼確定就是他 他如果問丁學生 他也說我簽到了 就是你誤認 我是謝龍健 你把我看成如現衣 這個有點超估評論的範圍 我以為那是私事 那我很簡單 因為我就跟大家講 現在目前看起來 民進黨的支持者 對徐曉晶是有怨氣 有怒氣的 所以找到機會 就趁機壓在地上摩擦 就全力輸出 我看所有媒體都在罵他 那我的標準很簡單 如果任何一個 中華民國的公職人員 不管你今天當部長 當官 當議員 當民代 你有幫助嗎 你幫助任何人 不一定是你家屬 有時候可能只是朋友 幫助他做不法的事情詐騙 我覺得社會媒體 都應該要監督他 要譴責他 要批評他 但反之如果沒有 即使他們是父子關係 就像陳其邁跟陳振南 國民黨確實也有人 每次會去批評陳振南這個 韓國瑜就沒有 他們如果說陳其邁跟陳振南 陳振南的不法跟陳振南有關 立正在批評 如果沒有就不要講 今天挑釁是因為他火力真的猛 他過去這段時間以來 譬如說IMB事件的時候 我就不點名 民進黨的哪一個人 又跟IMB的人參會上面致詞 小心就有開記者會 或是有PO文 你看 有去參加參會 有連結 民進黨的製作會氣就是說 去出席個參會 你都覺得他有幫他幹嘛了 你們 對不對 是一家人 你是二等一親 是你先生的姐姐的先生 第二個就是說 他有提到那個男生 杜姓男子 有說要什麼 我可以幫你開槍這樣的內容 今天最新的批評是說 既然你是立法委員 對方又恐怖你要開槍 你怎麼沒有去報警 所以這個話是講不完了 但我的原則還是只有一個 除非你能證明許曉欣有去幫助 這個就是他的二等一親 他的先生的姐姐跟他的先生 任何詐騙的情勢跟他有關 或者他放縱 甚至他幫助他 用許曉欣公職人員 立法委員議員的身分去 否則這個事情可以停了 再講這個是沒有用 但停是不會停 因為這個就是 現在目前民進黨的支持者 最喜歡的話題 只要能夠看到許曉欣 能打他 或是看到他哭 他們都很高興 老沈 今天事前本來就是小事一中 但是為什麼變成這麼大的風波 因為曉欣平時風頭太賤了 所以健康的賤 所以他得罪人很多 所以這個1450這些側翼 看到他 聽到他有問題 打槍拚的應該是要看一下綠台 還有包括我的深綠的朋友 一起洗澡 一起吃飯的這些 他們都覺得許曉欣有問題 所以一直氣在爬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 這個跟許曉欣的個性也有關係 許曉欣畢竟很年輕 34歲 尾個嘴 阿彭是就是無所不拔 無所不揭發 很機靈 認真 所以我才說這個傢伙有前途 但是他很多事情 就是他一開始定性跟定調不對 他應該講得很簡單 就是說 這是我大顧跟我大顧障的問題 跟我們完全無關 以後就不再講 你講得越多 衍生的東西越多 他們1450更興奮了 綠台沒聽我什麼講 但是你也可以講綠營的人 看到許曉欣有問題會那麼興奮 表示綠營沒有其他東西可以講 要從那個角度來看 但是許曉欣話一多說 婚姻他也後悔了 還有那一天他會哭 是生理期來了 女孩子不隨便告訴別人說 我什麼時候有生理期 而且他下面衍生出來的結論 因為生理期所以厚爾蒙多 厚爾蒙多所以比較激動 他錯了 曉欣 我跟你講 生理期的時候厚爾蒙是下來的 只有厚爾蒙下來 才會子宮內蒙 才會崩盤 所以曉欣就是揮嘴 就是太活潑了 過度活潑了 所以才隱身上 但是你不用怕 沒事情 不怕擁人對不對 你就讓你的大姑跟大姑丈 去處理他們的事情 你以後這件事情不要再講了 因為你講他們的後蒙也會來 他們也會興奮 那個賣聊的選舉 民眾黨是很慘 不管你怎麼看都很慘 但是事後大家的評論 一般的評論員都不看好 就是說這個恐怕是 你這個民眾黨未來泡沫化 或是崩盤的開始 但是柯碧當然故意淡化 就是說沒有 那麼嚴重 還有希望 但是我要跟楊蓋先說一下 你看三國映義 你知道關公走不了什麼 什麼意思 關公走不了什麼 關公也走不了什麼 走賣城 因為在賣城之以後 關公父子就被殺了 所以這個關公走不了什麼 柯庇走不了 你就知道 你意思說 有那麼嚴重 有那麼嚴重 我希望是沒那麼嚴重 政黨你要了解 民進黨到現在大概 38年39年 國民黨120幾年 政黨的經營 尤其是在台灣這種選舉模式 尤其是還有鄉鎮存在的這些模式 那你完全沒有黨公職人員 你說他現在一年可以拿到 15000萬的補助款 國民黨可以拿到兩億五 民進黨也差不多兩億五 這對兩個政黨來講 是沒辦法經營 那你一億五 照理說他可以經營得好 可是如果你要搞成跟民進黨 國民黨一樣的組織模式 我跟你說他沒辦法 他跟三億就沒辦法 因為越基層的選舉 入軍越重要 可是不要以為他總統 他選得不錯 他就以為可以全部降過來 完全兩回事 請問一下 沒有啦 民眾黨 如果蔡壁如晚會 楊寶貞這樣的人才 都留不在自己身邊 全部挑战 全是衝突 很大 之外 跟三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